千里迢迢来修墙 这个case呢是在Whitby 也是应一个朋友的邀请过来了 大概离我家差不多得有100公里左右了 这个也是唯一的一次超远的距离来到这里 今天主要做什么呢 这个东西 这个条子 这个条子 都是钉在它上面的 然后客人呢把这条子想拿下来 然后拿下之后 出现了damage 然后这个呢 所以呢把这条子拿下来之后 得把墙补好 然后重新刷油漆 这这两个条子 然后再包括这这还有一条子 所以呢都要拿下来 拿下来肯定把墙会拿破的 然后拿完之后 然后再补墙 然后刷漆 漆呢也准备好 刚才我一看漆 我觉得已经是坏掉了 可能说是放在了地下室 然后一看这里的有两个滚轮在里面 所以不知道之前是为什么把滚轮放里面了 挺挺逗的 挺奇怪啊 好 现在开始把这个两个摘下来 然后想把这电视摘下来 死活摘不下来 因为这电视呢 离这墙呢很近 很近 然后这个里面的螺丝呢 又特远 后来想呢 就算了 不要摘摘电视了 太费劲 然后这样的话 就把滚轮伸进去 油漆就可以了 电视就keep在上面就可以 OK 再把这个条子呢 我都给拿掉了 这是客人拿的 这个是我拿的 还有点区别啊 这个也是 拿掉了 好 现在可以批灰了 这里面也有 也有洞 都补上 现在灰呢 已经批好了 把电视机呢 罩上 也有点的掉电机上 就麻烦了 然后用这种小滚子 比较长 这小滚子 然后就滚这么一点 墙 然后包括这个电视机后面这块 就能伸得很长 伸得很长 这就比较适合 如果用这些大滚子呢 就不理想了 所以说我采用用这小滚子滚 现在这个墙呢 就都修好了 这一溜 然后还有这个 这边 可以啊 OK 准备回家 准备回家 对 我这边